冒销部监督25个物品价格 欢迎收看4月14号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8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70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4987人 新增5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82人 不过也有202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2478人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出院人数比确诊人数多 拥有马来西亚世界小姐头衔的妮莎 本身是一名医生 她经常开车到吉隆坡和芙蓉几个地方 派发白米、石油、牛奶 给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群 她在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说 她学会了 师比兽更有福 她的母亲也爱做慈善 在雪兰儿开办养老院和动物屁股所 贸销部监督25个物品价格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期间 物价上涨、增加人民负担 贸销部宣布会监督25个日常用品的价格 其中包括 鸡、鸡蛋、糖、石油、面粉、白米、面包、奶粉、饼干、快熟面、冷冻食品、蔬菜、鲜奶、矿泉水、美露、咖啡、茶、厕纸、植尿片、啪纳豆等等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全球最矮女子呼吁民众留在家 站在车上的这名女子不是小孩 而是身高只有62.8公分的阿姆奇 她今年26岁是全球最矮女子 日前她走上街头和印度警方一起呼吁人们待在家里 阿姆奇表示前线工作人员都在与病毒斗争 她希望她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 尽管规模不大 巴西著名的耶稣雕像 在12号晚上被投印机为她换上了医生袍 除此之外 她在身上还出现了不同国家的国籍 以及不同语言的鼓励词和感谢词 借此向全世界的医护人员致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特别的景象 病毒可藏鞋 新冠病毒的生命力很强 可以在某些物体上存活长达5天 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 我们的鞋底也是一个可以让病毒停留的地方 因此专家建议当民众从外回到家中时 记得也要为自己的鞋底消毒 在延长的行动管制令期间呢 我们不应该松懈下来 我们应该无时无刻都在学习着新的防疫知识 那么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身边的人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给兵宴 谢谢 行动管制令二度延长 我国首相还说 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延长 很多人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学生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 商人没有办法开门做生意 我们确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我觉得人的生命更加可贵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我们的朋友 为了我们的家人 我们就继续留在家中抗议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热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宴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就是要你